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年轻人 我想 我已经猜到了你的来历 秦时明月 汉时关 庄州乃是 降门之后 大州忠臣 好一句秦时明月 汉时关 你还不如干脆说我 身在曹营 心在汉 将军 我是来 我知道 你是来找少主的 少主已经来了 少主来了 少主已先以两日而到 现在正在庄子里 我想 你一定急着见吧 你十一这么精明的 怎么会错把别人当成少主 除非 爹说过 中原的旧部 只认班纸不认零 我的班纸在云磊手里 一定是云磊的 啊 怎么称呼啊 在下 父姓谭台 谭台 敢问 谭台灭明将军跟你怎么称呼啊 他是在下的哥哥 在下名叫谭台敬明 是少主的贴身随从 原来是谭台将军的亲弟弟啊 果然是一门火将 你怎么会让少主一个人先来呢 啊 将军恐怕还不是十分了解 少主的个性 少主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人 喜欢性之所至任性为主 在下就是在途中被他甩开了 好不容易才赶上来的 看来我们的少主啊 就是这个脾气 啊 敬明 啊 我这样称呼 好不好啊 啊 可以 那好 我们就到庄上去吧 那就有劳将军了 好些了吗 崔凤 你怎么了 毕道凡 你用不着假惺惺的 装着关心我的样子 崔凤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未来的夫婿呀 难道 我关心你都有错了吗 你有那么好心吗 真正关心我的人是少主 这次我身上受伤 要不是少主帮我取出暗器 爆炸伤口 恐怕我现在早就没命了 他给你爆炸伤口 关你什么事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少主关心我 是我的福气 用不着你操心 其实当时是事出有因 我才迫不得已的 少主 你根本不用跟他解释 对了 我怕这样 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有些人 早就认为 我是他们家的人了 这种人最不要脸了 你 你们 石翠凤 你继续做你的春梦吧 傻瓜 你们都在啊 伯父 少主 你看我带谁来了 谁啊 你来了 你来了 你应该知道 我一定会来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如此大胆 爹 他是谁啊 他问我是谁 是你告诉他们 还是我说 随便吧 谁说都一样 是吗 在下是张丹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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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我在路上救了一个 我必须救的人 所以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 是吗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将军 将军 我还有些事 要向少主禀报 可否这一步说话 请便 谢了 少主 请 原来 真开心 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那几个怪人 把你抓走了以后 我在沙漠找了你好几天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你当然找不到我了 他们真的是神通广大 连我都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事无绝对 你绝对想不到 最后我居然和他们化敌为友 只要你能顺利出来 那就最好 其实 我猜想你一定会在这里 所以我千里迢迢地跑过来 真的是没出我所料 你真的在这里 好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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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不会再有其他的 这个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但现在我要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你所看到的 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既然我决定冒充你留在这 我就已经很清楚了 命是我自己的 你管不着 云雷 离开这里 听我的话 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这和自跳火坑有什么区别 火坑 自跳火坑 张丹丰 就算我面前真有一个火坑 也是你们张家的人 逼我跳下去的 从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 你们张家 就已经把我们云家的人 统统逼进火坑里去了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 杀了你 第二 拆穿我的身份 然后把我交出去 原来 你明知道我不可能这么做的 那就不要再干涉我 这个班子 本来是要还给你的 但不是现在 等我把我要办的事情都办完 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们这几个笨蛋 我堂堂一个公主 居然让我吃这种粗茶淡饭 公主 这已经是驿站所能做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不管 我要吃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新疆图鲁番的大盘鸡 闽南的白鸟舌羹汤 四川正宗的张氏牛肉火锅 还有东营的生鱼片 你们立刻给我去取 猪 你去四川给我取正宗的张氏牛肉火锅 大猫 你去云南给我取过桥米线 狗 你到福建给我抓一百只鸟来 搁下鸟舌做汤 高鼠 你跑得快 你去新疆给我弄吐鲁番大盘鸡来吃 最后轮到你了 你去东营给我弄生鱼片来 立即出发 公主 你真不打算吃这些东西吗 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饿死我也不吃 你们赶紧去给我弄我呀的东西来 否则就是抗旨不尊 都是死罪 好吧 把菜撤下去 是 还支不开你们 等你们一走 我就可以偷偷的溜出去 应该都走了吧 赶快吃点吃啊 好 来 吃 没想到公主不吃 倒便宜了我们 是啊 来 快吃啊 你们怎么还不出发 公主稍安勿躁 我们几个商量好了 您要吃的那些东西啊 皇宫里全有 待会我们吃饱了 就把您送回宫里去 您想吃什么 就有什么 胡说 从队里到皇宫需要很多天的时间 你打算把我饿死啊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赶紧去准备 按公主的吩咐 去抓那些小洞 那 那需要多久 不好说 不会用太长时间吧 我不管 总之不要让我等太久 那可要看情况了 看情况 我是公主 我想吃什么就得马上知道 你敢跟我说看情况 张忠 你这个人真的越来越不像话了 躲我这么远干嘛 卑职身份低微 不敢靠公主抬近 怕挨打就怕挨打嘛 编什么假话 公主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赶紧吩咐人去找东西 给公主做吃的呀 如果拖得越久 公主等得越久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你现在就给我去死 现在就去 他遵命 来人哪 来人 快来人哪 来人 来人 来人啊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来人哪 这可不比生鱼片 也不比大盘鸡啊 可是真的很好吃的样子 可不可以 让我也吃一个呀 不行公主 这么粗糙的东西 又难以下咽 公主吃了 多失身份呢 行了张主 你就饶了我吧 我听话还不行吗 什么生鱼片 我都不吃了 我就想吃馒头 公主殿下 那你 是不是再也不逃跑了 我听话 我不闹事 我不逃跑 这下行了吧 逃跑吧 一路快 你还是还快 干嘛 来 来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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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公主 他叫我们盯紧神明山庄 六个时辰内 他会帅五百起一位来抓人 别打扰公主 时间不多了 过了今晚 神明山庄肯定成了天罗地网 谁都休想逃得出来 云雷现在一定还在那 众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们去准备一下 随时等着爷的到来 我先去神明山庄走一趟 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那不如召集兄弟们 跟你一起去好吗 此行人越舍越好 不要走入风生打草惊蛇 以免坏了爷的部署 一切按众哥说的去办 少主 这么晚了召见我们 有什么吩咐吗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决定先去二龙山 把宝藏取出来 少主 石英想多问一句 取出这些东西 你想到怎么处理了吗 想过了 集结十万大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举其反名 听没有 你认为如何的 兵贵神速自然是智敌取胜之道 可是事出突然 咱们的兵马还没有准备好 少主 凡是三思而后行 我想石将军所担心的 正是我们还没有想好策略 不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认为 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十年了 还有什么要准备 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一马当先 只要我们把二龙山的宝藏取出来 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少主 不要再说了 静明 你是不是要违抗我的命令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就好 我认为少主说的对 我决定遵从少主 只要少主一声令下 我必某霍鲁庄一千两百号兄弟 甘做少主的马前士卒 争讨沙场 看来 不只是少主一个人着急 好了 大家都不用多说了 这事我已经决定了 哦 少主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呢 天亮以后 马上动身 前往二龙山 仍师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磊啊云磊 你怎么如此糊涂 和仇人的儿子纠缠不休 怎么不一剑把他杀了 云磊 你相信我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否则只会越陷越深 二龙山 你千万不能去 那里只有死路一条 我一脚踏进来 就没有想过再活着出去 这个计划我一定要进行 如果你想杀我 想阻止我 还来得及 否则你让开 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没得谈 你这有事 你这有事何苦呢 让丹封受死吧 小心啊 你是谁 杀你的人 我们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杀我 我和你仇身四海 我有一万个理由杀你 仇身四海 你到底是谁 到我地方去问杨伯爷妈 云磊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到底是谁 跟我走 难道你是 云磊 云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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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今天咱们兄妹终于相见了 应该开心高兴 可刚才 我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居然为了救我们云家的大仇人 挡了我一刀 不让我替爹娘报仇 你说 你说 我这个哥哥 还能说什么 你是不会知道这一刻 我要多难过 多伤心 算了吧 咱们以后不要再见了 不 哥 哥 不要走 我求求你不要走 哥 你知不知道 我求求你不要走 当时姑姑跟我说 我 在世上还有一个哥哥的时候 我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 我每天都在祈求上苍 让我早日跟哥哥重逢 哥 云雷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你是云雷唯一的家人了 我 蝸雷 我 好好地照顾他 在这个世上 只有你能够保护他 爱护他 这是 你要替爹做好的一件事 妹妹 哥 小二哥 小二哥 杀人 哥 是我不是说 你十年前跟爹一起被害了吗 你怎么还会活着 是爹的一个朋友救了我 哥 你为什么还蒙着面纱 你要我看看你的样子好不好 不 我不能让你看见我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眼前的危机过去以后 我再去找你 我们兄妹俩好好地续一续 危机 哥 什么危机啊 你不知道 你怎么会在神兵山庄 那是一群乱党造反的大本营 你怎么会在那儿出现 我 我什么我 你是为了张丹丰 不 哥 不是 不是的 张丹丰 跟我们云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一点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可你为什么还这么执迷不悟 天亮前 你必须给我离开神兵山庄 不 哥 我还有事要办 我不能那么快离开 我不管你有什么事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今晚你不走 就肯定走不了了 运雷 我不想失去世上最后一个亲人 运雷 当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妹妹的时候 我激动的眼泪都差一点掉下来了 我感谢滩天有眼 我发誓 今后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绝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听我的话 无论如何你都要离开神兵山庄 云雷 爷爷和爹娘在天看着我们呢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伤心下去了 好吗 你明白就好 云雷 云雷 张丹丰 哥 今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 云雷 哥知道你曾经冒死假扮大明公主 是入瓦驰国去刺杀张宗舟 证明你还知道大事大非 不过你听着张丹丰 是 我是一定要杀 但我希望在这之前要跟他有个了断 我要走了 记住 别留在神兵山庄 哥 好 月蕾 你来干嘛 你没事吧 刚才那个冒免人呢 他没伤到你吧 你不要再理我 你真的让我好痛苦 月蕾 张丹风 如果你是真的想对我好的话 那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不要管我的生 也不要管我的死 从今以后的梦 就让我自己 自己去走吧 静明 你可否跟我去一个地方 好的 石将军 好 怎么了 静明 没什么 哎 石将军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哦 静明 你对少主遇刺 有什么看法 行刺者到底怀着什么目的而来 到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 最近大风阵上 朝廷鹰犬出没平凡 我觉得咱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我也一直担心 少主的身份 会被朝廷鹰犬发掘 少主没来审兵山庄之前 大风阵没有这么多锦衣卫大类高手 我想 他们是冲着少主而来啊 将军 你何以如此肯定呢 我跟你看一样东西 这就是朝廷积纳的清算 你看是不是有点面识惯 实不像满画中所画 正是少主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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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